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南部开讲 我是郭彩燕 今天的在地旅行要带大家到台中 跟着轮衣旅行家郑玲一起走访参观 除了可以感受到国内无障碍场馆的友善之外 也可以一同参访台中在地博物馆的用心与精彩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镜头开启这一场台中在地无碍旅行吧 我觉得一个好的点 它在考量或设计的时候 它已经考量全面性的一些的问题 进到这个环境里面 我也可以很自在 很享受就是认识这个地方 你可以摸摸看 有没有它是正三角形的 真的耶 对啊 好有趣哦 对啊 我只要出门的时候我就很在意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上厕所嘛 还有交通工具的选择的方式 那我觉得这一次在我点与点之间的联系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无障碍計程车的选择 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方便 它可以减少我很多的就是移位的动作 我的陪同人员也不用那么的辛苦 然后还有就是饭店的选择 我觉得现在好像新盖的饭店都有盖 就是无障碍的房间 那对我来说这是很方便的 因为我不需要担心厕所 我可能一个门槛我不能进去 或者是说它的淋浴间可能门太小又不能进去 对那我站在房间当它就是很很方便的这样子 我们这期的展览它其实主题是社员的旅行放题案 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同人他在上班的过程中变成一种旅行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些他在旅行中会看到的东西收集起来 那您看到的那个羊毛毡其实是我们请艺术家 然后跟我们的同人一起创作 就是把它在上班的过程中所看到的小动物创作出来 所以像这只跆拳的话 它其实是就是我们同人他家里邻居养的 然后他觉得每天他早上一出门就可以看到他 然后好像在对他微笑 他就觉得心情很好 因为他自己家里本身不能养狗 那您刚刚看到像左下方那只松鼠 它其实是就是国美馆那边 常常都会有松鼠跑来跑去 然后就有同人骑车上面的时候都会看到 所以他就把它创作出来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我们路边常常看到的八哥啊什么的 那这整个地图呢其实是我们去搜集了一些 就是同人他在这趟上班的过程中 他可能有一些烦恼 譬如说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不知道早餐要吃什么啊 对然后是说我等一下下班可以做什么啊之类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他每一个楼层他的主题都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搭乘电梯 那慢慢的一层楼一层楼往上去看 他就可以看到很多同人提供不一样的台中情报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艺文这个东西跟旅人更加的贴近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完整的展览空间 可能大家不一定有时间去看 但我今天是放在一个大家通道上都会经过的地方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可以去触及这个艺文展览 我觉得这还蛮有意思的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样的展览 其实是跟我们这个旅客的感觉是蛮亲近的 对因为这样的烦恼 他上面写说他的烦恼 我觉得我们也都会有 会有供感 应该中午要吃什么 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 然后会有产生供感 然后又加上就是我觉得这羊毛站 然后代表就是他们可能在某些的区域会看到的小动物 对 那也会引起我就好奇 如果等一下我去国美馆的时候 我会看到松鼠这样子 好奇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维公益博物馆 那我们这边有我们的那个无障碍的坡道可以上来 那是我们就从这边上来 好那我们前面呢 我们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创先的原地 就是前面全部都是我们纤维的植物 可以近一点看一下好了 它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我们是纤维公益博物馆嘛 有很多人说纤维 什么是纤维 什么是纤维 他们可能不了解 其实纤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非常的广泛 因为我们台湾地势的关系 地势很高 有温带啊 有亚热带啊 有热带 所以因为我们有那么多圆的植物 那当然然你就会用纤维 作为你自己的日常的食衣柱形 住在海边的人用令草 住在海边的人用月桃 然后作为自己的床席啊 什么 因为它是随手可以去拿来运用的 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工艺基因是非常的强的 那我们这边有是这么好几个 那个纤维植物的部分 像竹子就好了 台湾的竹子非常的特别 为什么它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三十多种的植物 一般来讲这个叫做散生竹 用一根一根的 那有的是重生竹 那是属于热带地区的竹子 那台湾的竹意发展得很好 所以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因为有这个东西 台湾很早就进到国际市场 所以这个工艺不是活自己的生活 是已经跟着欧美时尚很早就开始在进行的 所以它会整个改变你的工艺基因 然后在外就是琼玛 台湾的琼玛就是在恒春那个地方 就跟蜜桶上它是需要海风 那琼玛它是用哪里 你要是用这里做这个 你要知道这么硬的东西 你要怎么把它取纤维 对它跟凤梨一样都是取这个叶麦 以前的人怎么用呢 以前的人不见得家里有刀子 他们就用破的碗 像我知道凤梨是用破的碗 他们去刮 把那个皮刮掉之后取纤维 对 琼玛纤维最主要是以绳子为主 琼玛的纤维比较粗 所以它是四十板维的为主 那凤梨的纤维比较细 它是做衣服的 我们二楼就介绍说 那个凤梨纤维 其实在过去是做成裙子啊什么 它非常昂贵的 但是现在的凤梨纤维 它是可以再生做成沙发 它是未来的植物皮革 因为出家人也是要穿皮鞋 它也是使用到动物啊 对 假如我们有种植物皮革 它可以取代皮革的话 所以它是会比较减少的杀生 所以这是一个绿色的未来 这个是月桃 月桃其实你要排的是 你跟它有多大 你要排的是像这样子 我160公分 然后它已经到 相信两公尺高了 它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像这个它都 这个都是啊 令草是 汉人使用令草 作为它的床席 但是如果是原住民 他们用这个 就可以作为他们的床席 制物篮啊 便当盒啊 它可以一片片剥 晒干它 然后把它卷起来 用的时候就可以用 那这个的话是草棉 就是我们在做棉的那个部分这样子 草棉呢 其实台湾 你知道棉花的那个脉络 是从印度 然后到中国 然后 所以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发展历史 那台湾也有草棉 然后这个草棉 本来它都已经 就是没有了 所以后来是中兴大学给张峰吉教授 他去台南的那个林寺所 跟药种子 然后再回来就是栽种的 然后现在变那么大 它没有棉花 有没有开过 哦 有那个白白的 对对对白白 就是它的棉花 棉花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像我们不是有 以前都盖那个棉被吗 棉被的棉就从那边来的 米就回 对对对 那这个草棉就是我们新闻工业模板 示众成功 那我们可以再过来看一下 那个是筑马 以前原住民的话 都是用筑马来做编织 织他们的衣服 其实它是可以长到 大概一百五六十公分高 这个筑马 你可以拍筑马的 它就是四片 你看它中间就是四片 这个在泰雅组 他们就说猴子的筑马 好 这边有红色的 有没有 这个是红色的鸡 这是白色的鸡 这是不一样的 这是原住民的女生 红小就是要开始先从筑马 学种筑马 然后采 这个时候就开始要割 从这边割筑马 好筑马割好 然后用他们的竹子器把它剥皮 皮它本身才有纖维 然后来做织布的材料 我们线维工艺博馆 其实它的前身是台中线编织工艺馆 那时候就是以台中海线的令朝 还有那个就是三线的原住民的筑马工艺为主 所以成立了编织工艺馆 以这个为起点之后 我们开始去进行整个全台湾生态产业历史 还有就是陪伴工艺这件事情 让我们能够一个管 能够获得的就是意识的质养跟壮大 然后就是有一个专门说纤维 讲纤维的地方 那同时也是让不认识纤维的人可以理解纤维 让懂纤维的人可以跟朋友分享的地方 那目前的话 当然我们这只是一部分 那目前比较多的是在泰安 尤玛老师那边他有富裕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再往前看一下 比较有名的是前面的那个令朝 我都开玩笑说它是我们的令朝三兄弟 因为它有三种令朝 一个是大脚令跟三脚令 还有一个是圆令 大脚令跟三脚令呢 它都是三脚型的 来你可以摸摸看 有没有它是正三脚型的 真的耶 对啊 很有趣喔 对啊 令朝编织 有没有以前编朝系这些 因为大脚是一个集散地的 比较有名 所以现在老师有证明它叫大脚令 用台语较好分别就是它叫丑草 丑丑的丑 我们另外一个三脚令就叫丐草 因为它使用的时候必须把它像这样晒干 晒干之后 就是晒干的 先把它弄水弄平之后 然后打平之后用蒸挑 所以才能够挑出我们要编的 它不是整株去抓 它是用蒸挑成片面 就一片一片这样子 然后这个不一样 这个也是三脚型 它是硬的 所以它那个是轻浮性 这不是轻浮性 这就是以前的咖鸡 杖亚的那个材料 用这个来编皮带 或是绑猪肉的 就用这个来用也可以用 但是你看它的尾巴就开叉了 大脚令没有开叉 然后它这个就是会分叉这样子 这个是比较硬的 你可以摸摸看 是硬的 对 对是硬的 硬的 对硬的 你看它这里有没有 尖尖的 这个就是它一样 你摸它也是三脚型 所以它就是 我都说人的头发会分叉 它也会分叉 有分叉的就是三脚令 那还有一个是圆令 这个有开花 这个你摸它 你们下面这里就是圆的 对对对 这个就是做那个榻榻米的 榻榻米其实它就是叫七岛令 就从日本引进来的 就因为我们其实 在陆陆续续的台湾之后 就慢慢有很多种品种的种子 跟着过来 开这个花的就是圆令 令草还是我们中部 非常重要的线维植物 因为有了令草 台湾开始跟着 拓开自己的国际视野 因为有令草之后 慢慢进来就是穷马 然后其他的领头 慢慢慢慢地一直拓展到竹子 那台湾变成欧美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代工的市场 所以全台湾当然种令草就好 从北从新竹南到高雄 你知道只有多少人在从事这个行业 以这个为生 过去的这个从长辈一直到现在 其实我们跟纤维是没有分开的 只是因为它太常在旁边 你可能就忘记它 你也不知道说你的榻榻米来自于它 或者是你的草席是来自于它 或者是你穿的衣服 包括你很多的鞋子 袜子 其实都跟它有关系 然后你吃也是吃纤维 然后你睡也是睡纤维 水呢我们就可以来里面 看一下我们的作品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城市里的博物馆通常也代表了 当地物产与文化 而结合工艺与艺术的博物馆 更是陪伴工艺师的重要机构 因此传统文化得以流传 创新工艺得以开展 此外藉由助馆展览的互动体验 让参观的游客惊喜连连 接下来继续跟着轮椅旅行家 一起去看一看 好像有人说 Old is new 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 过去给我们这么好的地环境 自然物种 还有这些工艺技术 我们要把它丢掉吗 来到我们这里 第一个映如眼帘的 是我们这个旧式的缝纫机 那我们搭配这个花草的装饰 能够让我们的意象 能够更明显 那我们再往上看的时候 是我们言明洪老师 他所做的纤维云 那言明洪老师 是我们台中的艺术家 那他特别以棉花的概念 层层的铺叠 铺设成台湾的形状 让我们构筑我们台湾的纤维异象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纤维之美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黑布是颜老师 特别从清水所带来的 蓝花的养殖的话 特别是需要这个黑布 你可以发现说 它可以防光防风害 这个是我们清水的 在地的纤维作品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些布料里面 因为它是仿造成阿里山 那些勇士的服装 它的异象 那透明的条幅 这些是我们中国字里面 常常看到的以密字为造型 比如说我们的紫字 比如说我们的匪字 比如说我们的红字 大家都可以看到说 由这个形身字所产生的异象 不只是可以表颜色 也可以表那个异形 所以的话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跟那个丝绸 是完全都是离不开的 在纤维工艺里面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五大技巧 编结缆织绣 像这个结的作品 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 服装样式里面 常常所见到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缠结 还是缆织技巧 在这里都可以完整地呈现 第二个我们都知道说 那个布所织好的颜色 一定是原色 那我们的颜色就是我们的白色 那这个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常常看到柿子蓝 那也可以看到浮木蓝 那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蓝蓝 我们现在平常在吃的果酱 很少是由草莓所做出来 很多都是从胭脂虫所提取的 那这个胭脂虫 它不只是在做我们平常在吃的果酱 它也是可以做为我们蓝蓝的蓝剂里面 除了这个胭脂虫以外 这柿子也是我们的蓝剂里面 那我们都知道说石榴是红色的 但是当石榴它晒成干的时候 却是这种咖啡颜色 同样是这种咖啡色系的 大家都喜欢吃那个菱角 菱角是黑色的 可是菱角剥下的壳 就是我们很好的蓝剂 同样是咖啡色的作品 你可以看到说它与四蓝 是完全不一样的咖啡色 那在陈景林老师的研究里面 他已经发现了台湾好几百色的作品 那所以的话 我们才有这种天然的蓝剂 能够让我们大家呈现在世人的眼前 我们都知道说各民族 它都有相关的织品的存在 那我们都读过三字经 那直不学断机族 在原著林里面 它甚至有很多 都是跟我们的织品是有关的 那我们都知道说 泰雅族的女生可以纹面 对不对 这纹面是一个考试 你如果说 你没有好好的织布的话 这个纹面恐怕就没有办法通过了 所以的话 这个是一种成长力 我所戴的帽子 就是我们编的代表 那我们都知道说 我们台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大甲帽 在日制时代的时候 它是为我们台湾赚取很多外汇 那除了说我们常见的帽子以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说 这些帽扇 它甚至可以做成皮包 相关的带子到目前为止 大甲帽还是国际知名的工艺作品 这个就是我们绣的代表 绣是比较细节的东西 这个是完全绣工的展现 那我们都知道说 古代 那个女工是非常要讲究的 所以的话 那个绣是平常就要训练的 那在我们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的十字绣 用这种立体绣的观念进去 所做成的御守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摆上 幸运物甚至是幸运符 它甚至它可以 里面可以放熊黄 代表说那个香包的作用 透过小旅行的方式 我们当然是 比较容易去亲近这种 各式各样的文化管设 那么我想就是说 其实管设它本身 就有它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在那边 那透过我们这个小旅行的策划 那我们也许一天 我们安排去几个不同的点 不同的文化管设 那我们可以发展主题 那以无障碍主题来讲 那我们当然就会着重在 所谓的文化平权的这一块 那我们今天走读台湾的行程 是以好几本书为内容 发展出来的一个小旅行 那我们今天是邀请到 我们无障碍旅行家 郑林老师 是画家也是作家 那也邀请到一位 商土歌谣走唱家 这个张启文老师 今天最重要的身份就是 他是小熊老师在下 念台中二中的时候的地理老师 那这一本台中城南有故事 是我旁边这一位 贤内著韦威 他所撰写的一本小书 那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今天这个景点 所以我们走读台湾的精神 就是我们要阅读 可是阅读的形式可以很轻松 就好像我们去一个地方小旅行 我们可以读景可以读人 那么我们可以先读书 再去读景读人 也可以先读景读人 再去读书 那个顺序可以很自由自在 那大理对我们来讲 第一站一定要来的管设 就是这一个管 那我们这个从地理学的角度 从历史学的角度 我们清朝开始 就有六大聚落 一辅二禄三蒙甲 四足欠五侏罗六 六 地理老师 大礼义 我刚刚已经铺很久了 那可以看到我们上面 这个有一根一根这个 就是我们刚在外面看过的令草 它是晒完这里可以 摸摸看 它感觉是软软的 硬硬的 超秋 想象一下我们现在 从空中飞过一片令草田这样 好来我们进来 那它这个是用贵族的竹枝 把那个叶子拔掉之后 再穿上这个羽毛 把它插上去 它就有隐隐约约这样 这是油文部老师的作品 老师是飞行员退休 那他对于飞行 他有他的看法跟他的想象 因为他们家住在竹山 所以他对于竹子 特别有他的感情 在我们这边 你可以看到说 作者他在地 与他的想象完全都融合在一起 来到这里 这是陈淑彦老师的作品 陈淑彦老师 住在我们东海岸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很多的圆明风味 你可以看到说漂流木 所编的鱼 那都是他生活的世界里面 那在蒙上这个构树皮 展现说 葛马兰文化的圆明 圆姿圆味 透过光跟影的呈现 又有不同的观感 又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是我们林美如老师 所做的作品 这六面的竹编 不管是仁字型的编法 还是相关的圆孔型的编法 完全把竹编的工艺 完全呈现在里面 我们都知道说 元宵节 要看灯笼 那你有没有看过 四角形的灯笼 那你有没有看过说 用工艺竹子所编织的灯笼 来到这里 你就可以将我们台湾的 竹工艺的技法一览无异 在这边来看到的是 我们的编织手法 我们平常 那个收到的包裹的打包袋 你都如何利用 这个是用打包袋 一个一个所编织出来的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它像海底生物 有时候它像是外星生物 不管说它是圆的还是长条的 都可以呈现说它的生命力 跟它的生动的一部分 这两件作品 其实我们近看没有什么 来它一定要强光 就是黑色的上面的纹路 本来你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近光照射 这边纹路就会跑出来 那是为什么有这样的 它是把反光线把它织进去 它跟棉线把它交织 比如说我们在织的时候 我们有金线跟尾线 它就把它的金线 是棉线黑色的 那尾线呢 就是把那个亮亮的线 把它织进去 它是要算好位置 所以它可能有一些 就被压在底下 所以当然黑色就会在上面 它你可能单看 没有感觉 你照到它之后 它就会显示出来 隐隐约约这样 所以其实要织布的时候 输血也要很好 有没有我们整个 灶台有没有 这样没有 这样子就有烟火 然后你看有个妹妹 这是妹妹吧 有有有有 有个妹妹在这里 有没有我们小孩在这里 干净 来你可以自己拿 它是要跟你的视线 成直角 那我想我们不但是 考虑到无障碍的这个通道 那我们也希望对于 博物馆友善的这个原则 我们也在持续的努力当中 是 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 无障碍的电梯 一个是这个是用手 我们你看我们现在 它在上面 我们用手这样上来 它就会更知道 我们要上去 有没有 这个就亮了 好 请到二楼 要大声一点 请到二楼 哇 好保护喔 好保护喔 欢迎三观 其实远远看 应该看得出来 这是台湾 其实它每一个特别的景点 我都回去猜这是 看这是哪里 其实很明显 我们这里是把全台湾几个主要 当然不是只有这些 主要它在那里 比较有名的一些纤维的工艺 把它标在这上面 那这里呢 这个就是 释然做出来的衣服 各位看喔 令草 非常特别的是 它利用镂空的技巧 造成它的图案 这边也是镂空 所以 数字 像陈森就用数字去做 排列组合 那台湾的妇女 他就用数字 去做排列组合 好 比如说 1压1 压2 挑1 挑2 好慢慢去延伸变化 因为台湾当时就是 因为我们的 鞭的那个记忆很好 而且 订单 做到之后 就很快可以完成 就慢慢到 最后已经不胜复合了 就开始研发了枝 竹南有一个那个厂长 他是织布级的厂长 他发觉到说 用冰的真的太慢了 他就开始用支席机 这个还是棉线 那他利用踏板 这也不是有1234 我刚刚说1234 那我12 12 又不一样了 然后如果你1234 就会有1234 就已经出现了一个 几何的线条了 你就可以变化出无限的图案出来 所以他的那个令草席 他是一天 他最多可以做成十面 这个十面 用手编人家编在什么时候啊 令草是台湾女艺的开始 为什么呢 你看他从清末 一直到民国五十几年 就是台湾的妇女 家家户户都种令草便冒喜 因为她每天就可以换取工资 我看过的文献甚至说 连青楼女子都不去做青楼了 她反而来做令草编子 因为她每一天只要认真工作 就有钱可以拿得到 这是清末的时候就是 帽子看开始的时候 就是他们有个场所 有小孩子啊 有老人家 他们还穿着清朝的那个服装 然后来编帽子 就是叫做研习所 然后后来就在户户 大的交小的 老的交年轻的 然后他们还会分工哦 编那个帽顶的是一个人 好帽顶那个人是最难的 就是编帽顶的那个人 然后之后再慢慢一直往上编 第一个那是最难编的 通常是给老人家 就是比较 比较记忆比较好的人去编 台湾帽子那个是 光复前的广告 这些男生呢 在日期下就开始去 日本的神户地区 大概有八百多个人 八百多个人去那里设那个商社 然后来就是把我们台湾的帽子 就下到全世界各国 愿礼的人就会说 抱怨说是我们开始令朝的 所以应该叫愿礼帽 但是让台湾的帽子大放光明的是 大甲 大甲当大手那时候就已经有火车 所以他可以跳到大甲去 然后坐着到基隆 然后再到世界各国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手边的草席 那个是机器支的 他们以前在编就像这样子 照片这样 我也蛮佩服他们 我们去体验个两三个小时 都快不行了 他们是这样子坐在地上编一整天 用竹子去夹它 当然我们做工艺 其实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 因为竹子是最好取得的 其实院里比较多 他们在编的呢 都是妈妈带着女儿去编 那这一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们就是这样蹲在地上编的 那这个衣服呢 大概要一两个月 那你这样外消费怎么来得及 所以当然就要用我们 刚刚那个知习机 那当然它就不是有那么漂亮的图案 要有漂亮的图案呢 它就需要用手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服是龙凤 平民是不能用龙跟凤的嘛 所以这应该是贡品 金贡的 大甲席的极致就是叫做龙凤席 一般是在结婚的时候 它就是会张挂在你们家的客厅 然后上面可以别钱 那龙凤就是龙凤 就是龙凤诚祝福这一对新婚的夫妇 能够就是和谐 然后就是子孙延绵 这样的草席制作可能需要一个月 到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它是定制的 就是有钱人就会来跟你买 那它就可以维持半年家里的生计啊 所以它是这个海线地区 到现在很多人对它都有种情感 为什么 我是靠它是我们儿子的 我是靠它去把我们儿子缴学费的 所以包括他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他们都还是有一个感恩的心 就是小时候有阿公阿嬷 我妈妈就是用这个卖令草帽的钱 或是令草席的钱 供我去读书的 这边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国宝大师的作品 这是我们刘千嫂老师的一个刺绣 那它等于说有丝线加一些金葱会比较亮 那其实呢 它在绣的时候不是看我们看说 一片叶子这么简单 它可能会有漸层嘛 所以它会好几层等于 淺绿的一层再深绿的一层 然后慢慢去叠上去 光是一个叶子可能我们就要绣个一两个礼拜了 我们刺绣工艺是台湾就是我们女生 在过去是必备的 因为你要帮家人缝衣服什么什么的 但是因为到现在的时候 刺绣就不是必要的 它已经进到工厂了 那这位老师叫刘千嫂 他是精通各种刺绣的方法 重点是它的配色很一样 你看它的线材那么多种线材 我们做刺绣的人 要把它表现得好 不只是手艺好专 你的线材很重要 那你处理线材 你要碾线 你要剖丝 那这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累积 跟训练的 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台湾就是泰雅族的 也是馆长的这个织布机 这个里面有洞 因为它必须把所有的东西 捐捐捐捐捐捐捐好 就放进去里面 所以它必须选择适合的 而且它要方便它可以拿的 那通常做这个织布箱的人是男生 织布的人是女生 那做完之后 男生就不能碰它 不然男生出去出草或是打猎 就会有遇到灾难 所以他们是他们的文化经济 每个原住民他们家有自己的祖先排位 就是这个布 因为它会告诉你说 我翻过哪些山 我经过哪些河 他们家的家谱都是在这个上面 有时候他们要出草 衣服背后一定要很多织纹 他们都是必须靠这个织纹 来辨别你跟我是不是同一组 以原住民来讲 上次泰雅族的话 它的菱形代表的是什么 祖先的眼睛 它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化的意涵 在这个里面 那这个是敏锈 我们叫做盘金锈 你看它旁边 它会用一个框框 里面会用红色的棉花 或是线塞在里面 再用金色的线去把它 秀出来这个立体的感觉 米秀会把那个脸 她把它弄成红色的丝线 然后中间它要铺棉 所以然后再把它压 所以她会眼睛 不觉得她的眼睛 立体吗 立体 她那个毛应该是真的毛 然后和她所有的衣服 的袖饰等等 就只要是她的脸部表情 非常的栩栩如生 这些是我们最新成立的 那个原住民族 就是西亚族 她的绣品 早期因为有歧视 这个原住民的关系 所以她们呢 就是都尽量掩藏自己的身份 比如说她的形式 这个门的门帘 形式其实是跟 一般的汉族是一样的 但是她的刺绣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我们看到刺绣一般是什么 断面绣 她们是属纱绣 比如说像这一片 就非常的精彩 我们七月份不是要拜拜吗 会用那个银鸭灰 那个圆脸的那就是银鸭灰 然后像隔壁的那个也是钱包 看起来就像跟汉人一样 但是汉人不像他们这样 他们是属纱绣 这件作品是张宪平老师 她是台湾竹藤边的代表 她早期本来是做令朝 那因为令朝 后来木洛之后就改成做竹 那因为它竹的记忆也很好 然后它接触到藤 它翻到藤是一个非常好的纤维材料 它开始使用的是中国青铜器时代的造型 还有夏娜也看得到 然后原住民的藤它也看得到 那这件作品呢 里面是用基本的竹边编法编体 然后外面再用藤 所以它是应用不同的材质 它是用生漆去帮它做整个的修饰 比如它的这个皮靶 漆漆漆漆好之后要上灰 干了之后再继续第二层 再上灰第三层也是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来讲 它是可以保持蛮多年的 其实我们拥有那么多的工艺师 竹边 染枝 刺绣 事实上他们在面临这个产业转型的时候 那他们何去何从呢 事实上他们就会有做 一个是提升自我的能力 往美术发展 往创作发展 或者是易材质 或者是易领域的结合 像这一个就是由三个人创作 一个是服装设计师 他设计的这个形状 第二个呢 就是由这个画家 发了这个形状 第三个呢 就是由这个工艺师 他把它编出来这个形状 所以你不只是要了解自己的记忆 你还要去了解别人的记忆 你才有办法让这个 那个美的发展更好 那这里我们刚刚说体验嘛 这里也可以体验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 有几个model 图案 然后呢 有蜡笔 蜡笔呢 你把它换一换 然后可以放在我们那个投影机这里 然后我们就这里 看一下 扫描 那它就像我们以前玩的 那个万花筒的概念有没有 它就会把这一张呢 切割之后呢 投影在上面 这边 这边 我们还可以玩一个这个 鳳梨头 你就是拍我们的QR Code 然后它就会开启你的相机 会有这两个可以选 是 轮椅玩家唱游戏 耶 欢迎回到南部开讲 台湾自2019年通过文化基本法 确实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 政府与民间也积极推动文化 平权 并努力降低行动不变者 参观文化展览场域的限制 现在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去感受 无障碍艺术展馆的精彩 我都认为一个馆 之所以让人家觉得记在心中 是因为它必须具备一种 平等服务的心 应该会所有人打开盘 如果现在因为我们电脑 就是要那什么几颗星 它就超过五颗星 好可怕 部长今天天气很好 是 安藤的馆很重要的 其实是阳光要有 光线 所以这一次刚好从正门这样进来 那整个那个玻璃文幕的光线 是很漂亮 我们是不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很好的一个讲堂 这个讲堂不大 大概可以容纳一百零六个左右 对吗 那完全都是云朗基 所以进来西西芬多精也不错 对 是三角形 这是三角形 那这个讲堂的整个装潢 安藤宗雄说 这个技术是超过日本的 也就是日本是以技术文明 他认为说我们这个讲堂 这个整个Hinoki可以做到这个样 他认为是超过日本的 这个回声的效果很好 其实在前面办音乐会 那整个里面的效果 都可以听得很清楚 你应该在前面唱一下吧 到歌曲 对 我唱歌 好 谢谢 谢谢 好棒 这个很棒的设计 有 有 大概来安藤的馆 第一个要用手去触摸 是 摸一下这个建筑物 以后摸过之后 大家都会知道说 所谓清水模一定要那个样子 是 它绝对不是只有说叫清水模 对 要光滑 是 那安藤的馆另外一个就是很精准 所谓精准呢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大家看到中间有一条线 那么这条线我们称为范 因此呢 这一条线大家可以看到它 刚好在等边三角形的正中央就 线就在这里了 好 那这一条线呢 接下来就直走 走到玻璃穿越到V字形正中央 到了玻璃帷幕的中心点 所以大家进来这个馆可以看到 日本人所说的职人的精神 丁筋 就是说人真真没法打得真真 拼得没法打得拼 是 就是丁筋 美术馆的周遭有几个都是国内外的雕塑作品 那在前面是法国的Nicky的作品 就是海豚上的娜娜 她就是把那个大地女神的那一种情形 因为大家都要表示很美了 但是她不是她的很朴素的这一个女性 而且很有活力 那因为这个建筑是 大家都说很简朴 禅风 所以就刚好前面就弄一个很鲜艳的画龙点睛 好 那我们就往这边走 因为以前在日本念书 日本有一种可能大家比较不会进去的叫做茶室 喝茶 那么就是到那个茶室 那么要进入茶室的时候 它就有三道门 第一道比较宽 第二道大概身体那么宽 第三道呢 就大概四方形的 因此你要爬进去 那就进入茶室 然后进入到这个地方 设计师就安排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大家会看到 从上面的天井上面就是一个光线就会下来 所以有的前面这一个小的算是走廊 然后一进来亮跟暗 所以人的专注力就会一进来突然亮起来 然后就会看一下就会看到最亮的地方就是天井 那么这个建筑物是三角形 天井也是三角形 那这个建筑应该是安藤设计里面 比较复杂的三角形的建筑 这个是921地震之后 所以它也把防震的各种融汇到里面 那这一次的展览因为身体 我们就可以看到李小敬的作品 十二生肖 那为什么他会做这个 他发现说人一喝酒本性会出来 什么本性呢就是所谓兽性会出现 所以他就创造了这 开始把人跟动物 他这个比阿凡达还早 所以有人说阿凡达是学他的 他很早就开始这样做了 享受文化是一个平等的 那我们如果从权益来讲就是平权 我觉得这个一座美术馆 应该为全民 应该为所有人打开大门 文化平权是这一些年来 博物馆很强调一点 就是我们身为一个人 不因为他的身体状况 不因为他疾病 不因为他的身份 不因为他的地位 不因为他的财富 而被拒绝享受文化的权利 这一次呢其实很荣幸 关于深藏者进来美术馆参观 这个是我们向来一直在强调的一点 那么在野之前推动高年四字者 进入美术馆 那么我们是中部地区最早推动的 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强调文化是平等的 那我都认为一个馆之所以让人家觉得记在心中 是因为他必须具备一种平等服务的心 所以曾经也有进来的人 他的子女很高兴地告诉我 说馆长我们很高兴 你让我母亲到美术馆来 她是一生中第一次进入美术馆 这一件作品是我们这一边的镇馆之宝 就是十四岁的小舞者 豆家的作品 也是最早的这一个现成物的作品 等于他做完 接下来就把裙子穿在这个雕塑的前面 那向来的雕塑都是整个都是铜的 或者整个都是石块的 或者是木头的 在欧洲我们在看一些展览雕塑的时候 大体上光线会从上面上来 大家可以看到从外面的这个光线 我们就可以透过玻璃帷幕 看到外面的大自然 还有外面的景致 那这个其实是在一般美术馆看不到的 一般美术馆都进去 大家都叫做黑盒子一样的建筑 因为它为了调整光线 温度 湿度 但是实际上看展览 目前这样状况其实是很舒服的 我们可以有大自然的光线 另外看到雕塑在光线下的一个肌理变化 展的时候听众最喜欢的一个动作 就开始探 下面到底怎么穿 这个陈诗者 我刚刚提到说 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雕像 那么到底他在想什么 你想他想什么 大学生就想考试追女朋友 小朋友就在想长大 但是他这个年龄他在想什么 因为这个是放在地狱门的 下面就是受苦的地狱的一个情形 所以他在思考 人间的善恶到底是什么分别 谁会到地狱 但是这个雕塑里面的一个难度 大家都会想说 坐在想就好了 坐下来想 但是我们要找一个身体最壮的 是老师还是我们 老师最壮的 来来来 老师来来来 你来表演一下 你看他把右手放在左脚的前面 左脚的膝盖 那我是不是要蹲下来 蹲下来看看 很难 很难对不对 左手呢 他左手也是放在膝盖 对 所以 这一下 这个表示这个老师哥 可以50个 这其实是不容易的 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其实是要有意志力的 也就是说我要做这个动作 不是说我们轻转开一个 可以让思考 那因为这种意志力 你就会发现 他的身体的肌肉就开始呈现出来 所以罗丹的雕塑里面的动作 都是有一点难度 最容易被枯手的雕像 就是这一座雕像 因为他到底在想什么 但是呢 这样的一个深层的思维 其实人类文明发展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思考什么是真理 什么就是是非 什么就是善恶 那罗丹就透过这个作品 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进入深层思维的 这个心灵的状态 那么对于小朋友来讲 禁忌就是接吻 大家有没有发现是谁在比较主动 女性 男性比较被动 对啊 所以看我都会说 女性回去要多练习 它的确 它是女性比较主动的一个动作 那一般我们都会脑筋印象中 好像男性比较猴急 其实散发出来赤热的爱情 就是女性主动燃烧的 初一看的时候就觉得 的确有一种阳刚跟柔的感觉 就是有时候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另外这个女性的手呢 她的一个放的方向 她的右手其实是这个样子 右手其实是往前的 所以她的力量是这一边进来的 在大自然的光阴之下看雕塑 那个感觉其实又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得更为真切一点 跟身杖的朋友一起来旅行 会更加的珍惜自己 他们更加的细腻 因为他们的动作可能 比较缓一点 比较慢一点 所以他们的观察或者感受 应该比我们一般人更加细腻 跟在他的旁边一起去领受 一起去观察这样子 也收获非常的多 十年前我在写台湾国内的时候 当然跟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相比之下 我觉得无障碍的观念 已经开始很落实在生活的 任何的地方 这让我也其实也觉得 也有一些感动 就是我们其实看似没有在变 可是都在变 今天这个走毒计划 其实也不只是无障碍 其实它就是适合每一个人 都可以来走的 来认识这个地方的 民和国教科文组织 在2001年第五条提到 每个人都应当能够参加 其选择的文化重大计划生活 和从事自己所特有的文化活动 但必须在尊重人权 和基本自由的范围内 台湾作为多月文化病程的社会 更应该重视老人小孩 身障等行动不便朋友的 需求与权益 今天的无外小旅行 提供一个示范 从做好无外空间 也要重新出发 从不同角度 思考不同的需求 就能够让更多人享受旅游 并且徜徉其中 感谢您的收看 南部开讲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